因为这辆车我平常用的比较少 有一天过来就发现 因为车上都是灰 然后这里装了一个箱子很突兀 连续那个物业 我说这个箱子 那个其他隔壁的车主 能不能帮拆掉 因为我走过会有一些危险的 然后后面后面的时候 有一次晚上都没注意 开门的时候抱着小朋友嘛 就稍微衣服有点勾破了 徐先生大概比划了一下 这个箱子宽约50厘米 高70厘米 他把车挪了挪 停到车位正中间的位置 演示了一下 如果抱着孩子 从主驾驶座出来 就要侧着身 徐先生说 他也有一辆电动车 目前在另一个车位上 装了充电桩 不过是单独立在 自家车位后面的 记者看了看附近区域的车位 大部分充电桩的体积 要比徐先生车位旁的 这个小一些 发现基本上 没有这么安装的 基本上都是 比如说装在后一侧 装在墙上 或者装在 靠近自己车位的这一侧 或者说哪怕就是 比如说是装在中间的 然后尽可能的 靠近自己的车位 而且我也咨询过 其他小区 其他小区是这样子的 装在中间 都会物业通过 其他方式 比如说联系 隔壁的车主 也跟隔壁的车主 打个招呼 那我是完全是 没有收到任何的告知 徐先生说 如果他这个车位 也要装充电桩的话 就不好放了 他希望隔壁车位的业主 把箱子拆掉 物业在箱子上贴了一张 违法违规行为 劝阻通知书 告知隔壁车位的业主 在物业使用过程中 有占用物业共用部位 共用设施的行为 落款日期是3月19号 没有盖章 当时装箱子的时候 确实我们这边 也没有考 没有说 想到他会去装个箱子 在这个地方 那装完了以后 也是他这边 到一个星期以后 才来反应 那我们是才 才去跟隔壁去沟通 那中间这一个星期 都没有反应 那我们想到两家 是都没有问题的 对不对 那你没有问题的情况下 物业肯定不会 不会来管理 因为这个地方 说实话 你要看别人去发现吗 不是说 我们也没有去提前去说 你所有的 一天跟我们来讲 你说他隔壁要装碍 他可能会妨碍 就是这一块 就是说 因为经过这个事情以后 确实也是我们物业 就是说 没有说提前去 跟隔壁业主 那有时候 他设计他来跟设计装的时候 我没有跟他说过 说你装在自己的区域 对不对 你如果装到别人的那里来 你要跟别人去沟通一下 但是这种就是 我们口头跟你说 对不对 那你重重 你有没有考虑到 他怎么联系我呢 朱经理说 因为充电桩的事 他们和隔壁车位的业主 也闹了不愉快 通过物业 记者联系上了这位业主 审批物业统一的安装之前 安装的过程当中 包括安装结束 物业都是全程跟踪的 我们都是按照物业的要求 包括走向什么的 你物业如果能提早告知我 那我也去跟隔壁的车位 去打声招呼 我们就没有接下来这样的事情 周经理说 当时物业没有提醒 他也没考虑到这么多 况且 他看徐先生车位 停着一辆燃油车 没想到对方也有装充电桩的需求 徐先生提出 他看过小区里同品牌的充电桩 没有这么大的 希望周先生 把外面那个充电桩的箱子拆了 是一个保护箱 因为之前充电桩在墙上的话 我看来 因为大多数的话 人家都是现拖地 就是都是比较凌乱的 我也是为了安全美观一点 小区里面别人也是这样装的 不是说我自己装的 我是第一户 跟他是感觉有点怎么样的 周先生表示 如果充电线散落在外面 有可能半导人也存在安全隐患 之前他提出过 在箱子外面贴上反光条作为提醒 另外 他觉得墙上剩余的位置 也足够安装一个充电桩 物业的朱经理说 小区里确实有装在相同位置的 不过内户人家 是和隔壁车位业主协商好了的 我就是说 出拆箱子的费用 对不对 那这也是我为了就是造成 我没有提醒到位这个事情 我去弥补了这个事情 朱经理后来反馈 他们找到业委会介入协调 不过双方还是没有达成一致 1818黄金眼记得报道